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是截图标注的功能 先在Mac上进行截图 当截图生成后 点开小图片 此时iPad进入标注模式 你就可以进行标注了 这时候左右两边的画面是同步的 在iPad上所做的修改会同步显示在Mac上 画个箭头 写个字 颜色 总之利用Apple Pencil你可以非常方便地在图片上进行标注 如果是用Mac那就非常困难了 虽然自带的触摸板也可以进行操作 但是体验并不好 比起灵魂的Apple Pencil还是差很多 Command加C复制这个图片 关闭这个窗口 切换到微信粘贴图片 整个过程一气呵成非常快捷 这是我经常使用的一种截图标注方法 第二种是利用iCloud 方便地导入iPad修改后的图片 现在iPad上对图片进行修改 过程我就不展示了 快速跳过 用Pad修图还是非常方便的 我的视频大部分封面都是用Pad制作的 最后视频封面导出的时候 选择保存到iCloud 我这里默认保存的位置就是iCloud 所以只要选择一下具体的子目录就可以了 取一下保存的文件名 点存储就可以了 然后在Mac上选择导入图片 然后稍等片刻图片就应该会同步过来了 中间可能要隔几秒钟吧 再等等吧 打开的位置是默认的最轻实用 好了现在图片同步过来了 选择这张图片上传 这样就省去了iPad到Mac隔空投送的时间 提高了生产效率 第三个场景是在Pad上进行修图 然后传送到Mac上 这里我使用的修图软件是大名鼎鼎的Adobe Photoshop 利用它 把这个篮球给抠出来 做一个透明的PNG图片 先把图片保存到系统相册 然后Command加空格互助搜索 打开Foodshop 从系统相册导入图片 接着使用一键抠图功能 即选择主体 稍等便刻 篮球就被抠出来了 打开遮罩 现在选择导出图片 由于是要背景透明的 所以选择PNG格式 选中等压缩率 最后导出到iCloud云盘就可以了 往下翻 往下翻 应该在这里 然后找一个合适的位置 把图片保存下来 我感觉iCloud非常适合 小文件的同步 这时我们看到 图片已经被同步过来了 接着我们可以在Mac上 进行剩下的工作了 也许会有小伙伴问 为什么不用桌面版的Photoshop 那个功能更强大 主要原因是 那个后台的流氓应用 实在太多了 我吃不下 会严重影响 电脑的性能和电量 我就不在这里展开讨论了 左右对比一下图片 嗯 效果相当不错 习惯性好评 第四个是插入数汇功能 只要在支持的应用里 右键添加数汇 就可以了 然后你就可以在右边的iPad上进行输会了 画一个蓝色的箭头 停顿两秒 好像没有辅助图形修正 测销 测销重新来一下 停两秒 也还是没有辅助修正 这好像没有备忘录里的好用 最后随便画一个箭头吧 最后点完成 左边就能看到了 这个功能比较适合 手绘能力强的人 或者是比较简单的图形绘制 感兴趣的可以试一下 这里习惯性好评 第五个场景是 利用通用剪贴板 在Pad上修改图片 然后复制到苹果上 选标注后 我们可以开始进行标注了 随便写两个字吧 好看的颜色 在通用剪贴板的加持下 苹果和Pad之间 可以双向复制粘贴 既可以从苹果往Pad上进行粘贴 也可以从Pad向苹果进行粘贴 完成后 选分享 点拷贝 这样就把照片复制到内存中 然后在Mac的微信里 直接粘贴就可以了 同样你也可以在第三方的应用里 进行粘贴 比如在DevSync里 这样就实现了 在Pad上进行标注 然后复制粘贴到苹果电脑 这比共享文件夹方式 更来的方便 同样利用通用截贴板 可以在Pad上进行复制文件 然后在苹果的放大里进行粘贴 Common V粘贴 第六种就是接力 比如我在Pad上打开Notability Mac上同时会跳出一个Notability的图标 点开这个跳出的应用图标 我们就可以继续在Mac上使用Notability 可以看到两端都打开了同一个文件 而且界面显示效果都一致 这也是我喜欢Pad与Mac的原因 现在Mac上很多软件都是支持接力功能的 我看软件稍微差一点 好了以上就是有款Mac与iPad协同工作的一些分享 如果你有什么好的使用经验 欢迎给我留言分享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